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自媒体这个词 即使你没有听说过 你也可能每天都在有意或者无意的使用自媒体 如今也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自媒体这种方式来进行创业 那么对于有想要使用自媒体创业的人群 就必须在创业之前知道什么是自媒体 以及自媒体正确的打开方式 那自媒体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 又是由谁来提出的呢 对于这两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其中一种说法是 自媒体这一概念最早诞生于美国学者谢英波曼和克里斯威里斯 他们两个一起发布的研究报告为Media 他们呢对自媒体的定义是 普通大众通过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 然后与他人分享新闻以及身边事物的途径 那么这一定义呢十分的严谨 普通人呢 理起来呢也有一定的难度 那还有一位呢 是美国硅谷的著名IT专栏作家丹吉尔默 他呢是较早研究自媒体这一概念的媒体人 他在其著作《Weiser Media》里面呢 就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对自媒体的概念作用和前景 进行了仔细的说明和研究 那么说到自媒体的起源呢 我们就要追溯到2003年 大家还记不记得2003年出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工具呢 那就是微博 它的特点呢 是任何人都可以很方便的进行申请和注册 任何人呢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发布文字 图片 视频等内容 只要是有互联网的地方 几乎都能够看到你发布的内容 而这一点呢 是传统媒体怎么样都无法做到的 以电视直播为例 即便是将卫星信号传输时间忽略不计 在直播之前呢 我们还要做很长的时间的准备 所以呢 远不如博客方便和快捷 因此呢 博客一时之间也风靡全球 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 那自媒体的概念呢 也就这样而诞生了 那媒体人呢 对自媒体的讨论呢 也就越来越多 理解呢 也就越来越深入 那随着自媒体的不断的发展 博客之后呢 又诞生了各种各样的 自媒体平台 比如说 微博 微信朋友圈 微信公众号 各种短视频平台 等等等等 那么为什么自媒体 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兴起 并且迅猛的发展呢 我觉得啊 和时代的背景 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那主要呢 有四点关系 首先第一点是科技的进步 自媒体的核心 基于普通人对于信息的自主提供与分享 同时呢 对于新闻媒介而言 载体才是基础 那如果说没有手机 没有电脑的普及 就谈不上普通人 对信息的提供 获取 与分享 那就更谈不上 人们对所做的 这一切所需要的载体 对吧 那么第二点 就是对信息的需求 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大家都知道 人们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 就获得最新的消息 以手机 微博等平台的这些自媒体呢 可以在第一时间 为人们提供丰富的信息 很好的满足这种需求 如熊培云先生所言 中央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 最重要的差异就在于 前者的信息是垂直流动的 而后者呢 而在市场经济中呢 信息主要是水平 即对角流动 买卖双方在各个层次 交换着信息 那信息交流方式的变化呢 促使人们更全面 以及多渠道 更快速地获取信息 那网络传播呢 将声音 文字 图形 图像 动画合为一体 扩大了人们感官经验的范围 使多种感官协同参与 与信息接受 满足人们的这个信息需求 好 第三点 就是愈发强烈的表达欲 这个大家呢 可能都有感受 因为呢 人们呢 与生俱来 就是有想要发出声音 使自己的声音 为人听到 被人理解的这种欲望 那著名的传播学者 丹吉尔默曾经说过 你的声音是重要的 如果你有值得说的 那么会倾听 你可以做自己的新闻 我们都可以 那自媒体这种几乎是 临门槛的媒介的出现 使得全民表达成为了可能 每个人呢 都拥有了自己的麦克风 可以使自己的声音 让大家所听到 好 最后一点 就是传统媒体的缺陷 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 现在的媒体体制下 传统媒体的传播行为 受到了来自行政 与市场的双重压力 在面对一些社会问题 尤其是一些敏感话题时候呢 就会畏首畏尾 因此呢 错过了最佳的播放时机 或者所说的 不完全为人们所幸福 有时候甚至失语 导致人们的这个知情权 不被满足 在这样的背景下 自媒体凭借自身的方便 快捷 人人皆可发声的特点 成为了社会公共 话语表达权的前台